抱歉会用到你们一些时间 因为突然间断掉 所以这一个的话 这一个的话呢 你就看一下这一个 因为你讲并联的话 它是会比较懵逼一点 因为你还要自己 自己把它转回来 就是说你看 你计算的话 1分之1等于3分之1加6分之1 因为都是遵从它的那一个公式 所以你计算到的呢 就是大概是6分之2 6分之3是不是 所以就是1分之1 只是呢 它现在要问你 它的总电压等于多少 所以你要转过来 所以R就是等于2 你不能只是单单写1分之1 所以记得 你不能只单单写1分之1 因为呢 它就是1分之1等于2分之1 现在它要你写R 所以呢 你要转回来 所以就是等于2 OK吗 所以当然B的话 就是一模一样的 因为并联电路呢 它的电压是一样的 OK 跟着这个公式的话 并联的电路 它的电压是一样 所以你直接写V等于4V 就OK了 当然C的话 就像跟刚才串联一样 你要个别来计算 OK 个别来计算 其实这一个计算题 真的真的很简单 所以我不希望你们放掉它 OK 真的很简单 毕竟明年你们的老师会优先 用这一个来当你们的评测 所以就是尽量不要放掉它 OK吗 这里还有什么问题吗 所以电流也是一样的 用欧姆定律 所以毕竟我们都懂4V 是等于多少 OK 4V咯 不是 那一个电压就是4V咯 然后呢 如果你要计算 3欧姆的那一个电阻那边的电流的话 你就放3咯 所以呢 这一个这里 就是1.3 1.3的安培 另外一边呢 6欧姆的电阻就是0.67 安培 OK吗 所以呢 整个电路 它的电流 就是等于多少 OK 1.3加0.67 1.3加0.67 就是1.97 安培 OK吗 所以整个电路的电流 就是1.97 只是呢 它的C要求你们 The current flowing through each resistor 就是说 那个电流流向每一个电阻气的那一个答案 是等于多少 OK 就是说3欧姆它的电流是多少 6欧姆它的电流是多少 所以你就是要个别来计算 OK吗 Resistor就是电阻气啊 OK吗 这里有什么问题吗 所以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 其实今天就是这样啦 OK啊 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今天就这样 所以明天我们再进入那一个电池感应 然后过后 最后一天我就来做一些些复习啦 OK 尤其是那一个化学的 还有有些学生还是搞不清楚 只是呢 后面的那一些呼吸系统啊 跟那一些植物的话 都是背的啦 所以呢 其实也不需要讲的太多了啦 所以只是前面化学的 我不要担心一点啦 所以我最后一天 我会帮你们做一些些复习咯 OK吗 所以这里还有什么问题吗 没有的话 我们就是今天就这样而已哦 OK 所以没有的话 我们今天就这样哦 这样 所以 其实迟到你们 15分钟了啊 OK 所以没有问题 我们今天就这样 所以就 3 2 1 OK 这样啦